新逢巧慎仙师圣诞千秋 吉安乡 圣能工特别举办了祝寿团拜 更豫住了12000斤的白米布施花莲县四个乡镇市 而其中吉安乡也分配了3000斤的白米 将转赠给弱势家庭还有赠灾户递送平安关怀 农历5月7号是巧慎仙师圣诞千秋 全国巧慎仙师 荷叶仙师 卢共仙师 三仙师团志工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公募集到12000斤白米为巧慎仙师助寿 而志工团更决议要将全数白米捐赠给花莲县 若是家庭及零食零三大地震的受灾户 大家的努力之下 把12000斤的白米转赠给我们花莲圣能工 来做地震的灾户的补偿 以及我们低收入户的捐赠活动 希望透过此次的捐赠活动以及团拜 能够让我们花莲县所有的县民 能够更安全更平安 而其中吉安乡也被分配到3000斤白米 乡长优素贞则特别到场 班正感谢壮 长期以来圣能工是吉安乡非常重要的庙宇 带来的近世建设的一个养分 还有铺陈 我们相信从520斩的路灯任养 以及每年益助的关怀的家户百米救助生活物资的能量 都开启的社会关怀很重要的一个环环 由书贞再次感谢圣能工求困城主委及众委员行众们 带给乡亲日常安定与护持的力量 也透过百米发振的扇行 带给家户平安祝福的关怀 借由圣诞祈福圣典 共同祈求华莲县合进平安 早日摆脱地震阴霾 记者徐立芹简安相报导